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刚刚正在即将结束的两会 来看未来的中美关系 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 首先我们感谢张教授上我们节目 张教授你好 小峰好 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张教授 中国的两会已经几乎到了尾声了 或者说等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 两会已经结束了 两会当中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 逐渐大家都已经出来了 我这次观察两会的时候 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 习近平的执政的风格和执政的团队 以及他的在人民中的支持力度 显然比他上一届要更具有支持度 也就是说 你用西方的话来讲 一个政治的强人出现了 正式战胜了 2013年 很多人说西方喜欢中国是一个强人政治 它的理由是什么 好容易掉 容易掉 他说呢 就怕什么呢 你跟我这谈了半天 回去不能deliver 我就说了不能deliver 对 那我给你谈什么呢 我也同意 对 但是西方也有一部分认为说 川普麻烦了 碰到一个高民意之熟度的一个中国领袖 而且中国经济一直在上升阶段 就是说你要想从中国那儿捡羊毛 没那么容易了 你怎么看 我回答你的问题 所以简单简 习近平身逢其死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他本身也能干 是两点 那么川普的话 也两点 他本身也是很能干的人 但身不逢其死 这是讲这个 Nutshell 就是中美人的现状 在这里头 当然了 他能当选本身也是一个奇迹 是 我要说讲就是说 在过去几十年来 甚至一百多年来 中国人一直在寻找 寻找一个是什么样的 一个理想的那种治国的方式 因为中国这个设计 中国文明 跟西方很多国家的文明 不一样的在哪里 中国文明不是 不是依赖于宗教上 对 而是依赖于一种制度 一种体制 这个制度跟体制 但是在一百一百七八十年前被打烂 打烂了以后就经过了很多很多低潮 到抗战的初期的是最低潮 就从国内讲是最低潮 没错 那么但是在低潮中间产生很多很多新的思维 改革 这个共产党建政以后 也在经过这种很多痛苦的历程来找这个路 不管怎么样 在习近平当政的五年 我刚刚讲他身逢其十 为什么逢其十 国家正在生产力 国家整体实力在增加 那么个人他有他能干 他为什么 他有个很清晰的想法 因为中国在习近平上来之前的话 中国的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大家不知道相信什么 就想发财 发了财以后就往国外跑 对不对 那么上下交争立国横网 这个很大的危险 这个习近平在这几年来至少有一点 你必须给他充分的肯定 他重新的强调 这个要为老百姓 特别是广大的这种一般的这种公共群众要服务 这个是点 第一点你的服务的目的是什么 他讲得很清楚 没错 他能不能做得到 或做到有没有有缺陷 那另外一回事 至少你方向才有了 那么这点很好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那个习 也因为这样子 我觉得习近平 你可以怎么批评中国的什么 这个人大啦 这种选举 或是什么像毕章选举 不管怎么样 但是我不要看这个数字 我看人的反应 再回头看看当时几十年前的反应 我觉得我在观察中国的事情几十年了 即使在文革时候 也许老百姓是误导 怎么样我们都不管 但是从现有的影像里看得出来 当老百姓看到毛泽东周恩来 他的鼓掌的狂热的心 是发自内心的 那么到有一段时间 在八几年代的时候的话 大家的鼓掌就是 就是这样子 流于形势 流于形势 就是说 但是现在我慢慢看到的话 只是有的时候 两会的报道 有的人 有的人是这样子 是很 就是说发自内心的 当然也有人还是这样子的 可是 这代表说 民意基础 它是有的 可能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西方很多调查 好几个国家的 这种调查单位讲了 中国的老百姓 对于中国的方向的 肯定是百分之八十几 OK 那么对俄罗斯肯定也是 那么你现在讲俄罗斯 西方不能老骂俄罗斯独裁 人家选举 也是很公平的选举 上礼拜 人家刚做的选举 人家选举好几个人 好五六个 四五个人 五六个选举 对 没错 普京难难把 打百分之三 九十四 比你什么川普和 Hillary高明太多了 对不对 你克林顿 比尔克林顿 在九十几年当选的时候 他是差不多百分之五十 出头一点点的选票 可投票率只有百分之五十 是啊 五十成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二十五的人支持他 对不对 所以西方老是很多人 不能够很诚恳的 这个检视自己 用我这么个口号 你不民主 你不民主 也许我的民主跟你不一样 可是如果你按照民主 是以老百姓的表达意见而言的话 他的民主的程度比你高啊 对不对 他支持率比你高嘛 所以我的意思说 这个事情大家要个彼此尊重 那么两会这次 我个人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印象 就是说刚刚所讲的 习近平似乎得到很多人 由衷的支持 没错 起码是一个很重要的民意基础 那么这点就投出了讯息 中国的今后的五年十年啊 因为现在修了线嘛 他也不受那个这个任期限制了 那么当然这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另外一个批评 另外一个再骂他 但是我个人倒不 我认为了 那现在我就不详细讲 我个人认为说我支持 OK 为什么我们等一下再说 然后呢 再还有一个重要点 就是修宪成功 那么中国 表示中国今后十年 可能是稳定的 对 一个稳定的环境 是必要的 是个必要的 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使得国家能够 能够发展这个必要条件 在这个关键十年里头 有个稳定的政府 他可能会犯很多错误 但是他有个人的威望在的话 他这个错误都可以被改正 那么另外一点 王岐山出现出来 是 OK 这也另一个程度 表明了习近平的 在中国的这种领导力 那么王岐山出现 一个最大的重要在哪里 在我认为的 中美关系 世界关系 面临着一个非常 严峻挑战的一个新时期 中国需要的人 不是一个你好 我好 大家好 那是官僚俗生的人 中国需要的领袖 是一个 有见识 有信心 有担当的人 王岐山 从他过去的历史上 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OK 那么 所以从这两个角度看 这是我对 这个 这个 两会 我个人觉得 最大的感受 其他枝枝枝枝 什么 各个部门 怎么重整 这些东西 其实那就是一个 机构调整 比较 层次问题 不那么重要了 当然了 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也就是说 刚才其实 张教授也提到了 至于说 怎么看 中国的民主制度 和民主社会的发展 就像我也特别注意到 有一些 有些国际上 其实在这一次 在中国修宪的问题上 特别是在 习近平的任期问题上 我特别注意到 西方媒体的批评力 不太多 其实我们说 这是第一个 首先这是国家自己的事 他要怎么选总统 或者怎么选主席 那是人家自己的事 对不对 他老百姓同意就行了 我们管不了 至于说 就像您讲的 我们在美国最清楚 民主制度 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代表 每一个老百姓的利益 今天我们当做川普总统 从他当选总统到今天 他的支持率 有没有超过50% 是没有 所以也不能用说 但是他就是美国总统 我想首先我们华人 我想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思想而讲的话 中国人传统的思想 根本就不认为有一个 有一个所谓美满的 这种一个完全美满的世界 没有 中国传统没有 中国讲的很简单 任何事情跟生命 朝代跟生命一样 对不对 它是个循环前进的过程 所以nothing is perfect 如果你承认nothing is perfect的话 那你不会说 西方的制度就是好像是 既然不是perfect 你就一定在变动 对不对 中国最老的本书是什么 《易经》 《易经》叫什么 就想说要改变 所以改变是个人类发展的 一个重要的推动力 那么如果从这角度看 任期制度要怎么变 那么是当地老百姓决定 那么以前的话 美国人会批评的 这是可能受了川普的 有点影响 川普就是说 你是主权国家 你搞你的 你怎么搞的不管 OK 而且川普自己说 他也都希望美国能够 永远没有任期限制 非常的时代 你在这 只要老百姓愿意 老百姓答应 OK 老百姓不答应就造反了 对不对 OK 所以这老百姓答应 大多数老百姓答应 没有什么阻力 那么他要搞多少任期 我觉得无所谓 不要老是用个标签 这个就是不好 那个就是好 我觉得那个层次 还是太年轻了 张教授 其实除了这一点之外 有一点可以肯定 中国的两会和去年闭幕的十九大 有一脉相承 那就说目标是一致 是 中国的目标 就是两个一百年的 这个到2021年 公国共产党建政一百年 或到2020年 中国将建成小康社会 对 小康社会有一个硬性指标 就要消灭贫困人口 对 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 中国现在 大概还有三千万到四千万 贫困人口 按照过去中国消除 贫困人口的力度来看 在未来三年解决这个问题 应该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就说 中国国家的大方向 不仅仅是五年 不仅仅是三年 也不仅仅是五年 他已经把自己的大方向 定到了2049年 是 就是说 显然不是习近平的一个任期 可以做完的 习近平的后任都会 经济已经成了中国 现在最重要的一个方向 现在中国是一个习近平 作为一个强势的领导人 现在他所面临到这个国际社会 现在看 我看到美国的评论说 中国已经基本走出了过去 由于08年经济危机 所造成的一个低迷增长状况 现在基本上 中国会重新步入一个中高速增长的时机 尤其 未来世界整个整体复苏之后 各国需求增加 中国作为最大的经贸体 中国的经贸量还会增加 整体经济量也还会增加 整体未来是看好的 您怎么看 我同意 我相信这个世界正在全球化这个过程中间 这是不可逆的 因为这个科技的进步 对 那么若从全球化的观点看 世界很多地方的 值得开发 对不对 是 问题是说你在这个开发的过程中间 怎么能够用和平的手段 那么同时这是一个 怎么能够就是吸引各地的老百姓 同意那个跟中国的所谓录像而言 中国学院讲的相向而行 相向而行 可是我事实上讲 我对对相向而行的 我就不知道怎么翻成英文 你看 两个火车 如果往那边开相向而行 糟糕的很 那都要撞车了 所以我一直知道 怎么翻着相向而行这句话 但是不管怎么样 大家就是说 你意思就是说 我们大家这个目标是一致的 OK 所以应该是这样相向而行 而不是这样相向 对 那么不管怎么样 你需要这个 有个软实力上面的来支撑 比如说中国需要一个大的 一个世界和平稳定的环境 不 这一方面是号召 一个软实力的 OK 号召 大家觉得你不错 现在是比较好了 大家很多国家也慢慢 很多也 原来是完全的否定 怀疑 现在有的国家 支持 拥抱 也有的国家怀疑 OK 这个软实力也慢慢建设 搞出一套东西来 别人觉得你可以 可以让人家服气 相信你 对不对 这点很重要 这点中国还有很多路要走 还有一点更现实讲 你到世界各地投资 老美赶在市面投资 为什么呢 在西方在过去二几十年 能够大家一百多年 能够自由主义经济 它这个投资 它要有个保障的 这个保障是什么 是美国的军事力量 跟经济力量 双重保障 对 所以中国如何在 又又拥有现存的 中国现在面临挑战在哪里 它需要这种现存的 这种保障 这种自由贸易 自由投资的制度 但是它又必须要改 改变的制度 那么这自然就跟现在的 这个制度的掌控者 讲白了 就是欧美的精英阶级 之间就会有冲突 会有折冲 那么在这个折冲之间 你如何达到一个妥协 这需要你的 整个的经济力量 跟政治折冲的力量 那么再更讲白了 如果中间有些什么时候 你面临到一些 低程度的威胁 中国的武力 能不能够保护中国的利益 这就是中国的国防力量 在这三方面见证 这是今后中国 从现在到1949年 我相信是中国的 这个政府 必须会面临的许多问题 那么再更白了一讲 今天我们上次讲的 台湾旅行法 台湾旅行法就是 那个现在的 西方的精英阶级 就是要重重的测试 重重的这种 设一些障碍 中间的一个 看你中国怎么 解决这些挑战 OK 你解决的好 那你立了你的威 你解决的不好 人家这么说 你就是这么样子 我对不对 我都更挑战你 对不对 所以这里头是一个 有可以预期的 有很多很多的挑战 那么2018年 我觉得是一个 可能会定义将来 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年 当然了 对于中国来讲 需要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 更需要一个和平的 世界的一个环境 这对中国 无论实现自己的 两个一百年目标也好 还是中国自己的 平稳发展也好 应该说 这是对中国来讲 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中国以前 前一段时间 还在讨论 中国应该走一个 什么道路 其实现在看来 和平发展 这依然是中国政府的 一条坚定不移的 一条道路 当然随着习近平 推出了一带一路 这五年看来 还是有些成效的 我也特别有时候 大家有时候 也会发现到 特别在东欧地区 我发现中国的公司 中国的经济 在那个地区 非常受欢迎 而且中国在波兰 居然可以收购 一个八十年历史的大厂 一千多人 而且把所有产品 卖向整个欧洲 卖向整个世界 中国把东欧 赃成了一个桥头堡 在东欧建立厂 因为东欧很多国家 都是欧盟的 所以我什么东西 都可以进去 都可以免税的进欧洲 这就是搞得 德国和默克尔很担心的 所以这里头 中国肯定是有机遇 那么而且中国的将来 对中国可能最能够接受的 可能就是东欧 他们还说一些共产国 那时候 大家有一种过去 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对 过去还是一家人 那种感觉 可挑战一定是很多的 但是我认为说 中国现在最大的优势 就是中国的年轻的一代 那么 就是现在的这个三十几岁那一代 还是很有 很勤奋 很有创造力的 对 那么问题是 下一代是不是这样子 对不对 然后呢 这里头 因为有创造力 再加上现在科技的手段这么多 在各种领域 都有这么多的新的可能性在里头 一个有创造力的民主 再加上有这种综合组织力的民主 那么将来是一定会走上那个 一定会掌握的 那么中国这个历代 这个中国 你如果看中国历史的 跟西方历史的比较一下 你可以很清晰的看到 中国从古到京 你有一个事情是不缺的 只要有优秀的领袖的话 它组织力是很厉害的 你看大工程都是 世界大工程都是中国人干的 没错 其他国家干的什么 你欧洲干了个半天 也没有搞出一个什么大运河 那罗马的那个长城 都短短的 在各个地方 对 这就是这个整合力 那么这个整合力之快以后 当然会带来给很多国家不安 回到你这个中国的两个一百年 就到20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战一百年以后 中国要建设成一个什么 那个富强的现代化国家 富强的现代化国家 这个意思很笼统 但是那个讲白了 从西方的角度看 中国要成为世界第一 就肯定了 那他才想你成世界第一 我算什么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矛盾的根本 对 那么那你想 所以这里头要有 这个这都可以理解的 问题是你怎么manage 这些difference 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我觉得中国今天民间的活力 创造力很多 政府的执行力还不错 但是呢 在有一个缺点 我个人感觉就是说 它的 在某种方面的话 我很担心就是讯息的这种 这种被那个过滤化 所以换句话说 我还害怕怕的就是说 你下面的很多官员 传到上面去的讯息 可能跟实时 不一定是真实的 嗯 这回想 我想我明白张教授的意思 当然这里面很有意思啊 张教授 我也特别注意 我们在美国很多年 特别注意到 美国虽然对中国的体制批评诸多 而且不管什么情况下 大家批评很多 但是呢 有一点 可是美国又非常羡慕中国的体制 是 原因很简单 我碰到一个美国学者 跟我说过一句话 他说你知道中国改革开放 这几十年来 西方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吗 我说老百姓日子变好了 哎 没有几个人去中国 他去中国人 毕竟是少数嘛 而且在美国 替中国做宣传的 这个又不太多 他说我告诉你 在老百姓心目中 感觉到中国改革开放 那四十年 最大的让西方人 印象深刻的 是中国政府无所不能 是 他要想做什么 我就能做成什么 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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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 这点是什么 全世界各地 我相信都佩服的 对 对 要一下 青藏高原一条铁路 两年我就把它修起来 而且不是这样 我跟西方人讲 我们在美国待了这么几十年 美国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在那里 美国的没有常性 是 八几年的时候 我刚刚那时候出来 刚刚开始 就是工作不太久 那时候不到能源危机 大家就要谈了什么新能源 什么煤炭液化这些东西 过了五年十年以后 这个经济状况发现发变了以后 这些东西全放了 这个人都流散了 任何的事情 必须要有长时间的积累 人的这个 累积嘛 知识创造力的累积 不是你今天这么买卖股票 搞个option这样子干法的 对 你们一两天就可以 可以常常赚钱 因为那个东西都是虚的 没有真正转换成 真正的经济实力 说到经济实力 这才是根本所在 时间关键我们休息一下